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感觉我好久都没有拍Vlog了 是吧 非常久 好像也是因为谁说不想看我工作之余的背后的故事 通道的那种小熊姐 今天正好收拾家里 其实我这条Vlog想要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复古的一些机器 游戏机 相机什么的 带一个Vlog来跟大家一起回到90年代 回忆一下以前 然后看到这件机器是不是能唤起一些你的回忆 好了 转场走人 转场过来了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我的面前 首先这个大家伙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之前买了一个音响 你看它上面的插头 好像是iPhone4还是 这个音响其实我后来都没怎么用过了 我都找不到它的那个连接线 它一直都躺在我的床头 就是有一个情怀在的感觉 因为我都可能都不会用它来听歌 但是看到它就会有很多的回忆 你看还有很多桑姐的毛在上面 就那个时候它就一直躺在我的床边 然后陪伴我过了海外的一些时光 很有可能它现在已经都播放不出来了 这是我出道后买的 应该是有七八年吧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音响 然后就是这一个PSP同志们 还是比较新的了 我有一个很旧很旧的那个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没电啊这个 我有最老最老的那个PSP 这个都PSP 这种CAMELA和摄像头的 它有前置有手后置的 这个已经很新一代了 这东西能拍照 这个东西可以拍照的 它不是游戏机 它是游戏机 但是也可以拍照的 而且它可以联网 这是那层看吗 不是 这是游戏看 这是什么游戏呢 我最常玩的就是这个 大家肯定玩过这个 雷曼 没有玩过吗 你们有没有玩过雷曼 同志们 雷曼 我以前第一次PSP游戏玩的 就是怪物猎人 超好玩 我最爱玩的是RPG游戏 我怎么只有这三款游戏啊 这个真的很好玩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款机器 大家 这个真的绝了 这个Hello PT也很绝 任天堂 大家有玩过吗 这个也是比较新的任天堂了 我觉得这个你还可以开机的 对 上次开很久 我没有充过电 这个你可以选择 它是平面的 还是3D效果 对对对对 我还要睡上头 没有啊 哦 哦 哦 可以看见 它在哪拍呀 我不知道 这个续航能力真的有点 而且是满格 没有 终于会用5年 你起码放个用5年吧 不只 不只 这个应该也可以勾起很多人 但是这个跟这个不是一家 一家大任天堂 这个是当时疫情期间的时候 当时是我跟我妹妹在家居家隔离 然后我们就在玩一些游戏 然后我想说我爸妈来的时候也可以玩 就是它的那个游戏卡 就是跳舞的 就是那个时候 小时候在家 对我也超爱 然后在家天天晚的 然后就Vdance 我们在节目 我买的健身滑 我买的健身滑 我买下面哪一个舞的跳过 经常跳舞的人 冒大汗 所以真的是有那种运动作用 然后就是我的这一些相机们 真的热爱摄影的人 来比的话 我的相机真的是很少的 这个是我当时在雨天的时候 想要开照 然后买的 然后这个机械就是很厉害 我要给一下 给 你不知道吧 可以拍超级镜 然后细节的那种 这台机器 拍了很多的照片都很好看 我记得我有发 在加哥发生的黑匣子里面 当时我们还是附 现在被大姐搞坏了 他就是在那份晚上 有一天我去拍他 他就卡住 现在是 三张 三张啊 永远在三张 现在当险害 可以吗 是在你手里害的 哦真的耶 他坏了 当时那个老板给我介绍说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款傻瓜机 然后不需要任何的实力跟支持 随便拍就可以了 拍照的时候发现照片是真的都挺好看的 副古相机的有一个特点可能就是它的闪光灯拍照的那个颜色跟那个感触 是别的相机打不到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上一次我开箱的时候有开到过的一款相机 是我让我的工作人员 人在日本的朋友帮我 这一款相机是因为我有一次看到有一款相机 是那个人他是这样子 他是这样子在看 这样子在拍照的 然后我就说好好看 然后我就发给我工作人员 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价格什么 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其实是镜像的 他这里会有一个屏幕 就这样镜像反过来 然后也可以这样拍 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焦距的 加在还没有太高明白 真的非常神奇 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一款不用放电池 然后做什么都可以的一个相机 然后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用 很小 这个很好看 然后这个是以前Canel的一款 然后这个是以前拍了一个广告 然后送给我 他说希望我可以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 然后那个时候说这个是自拍神奇 打开了一点 这个还是我后面买的一个镜头 因为原本那个镜头比较大比较重 然后买了个小的 还有个就最老的 我在网络上面买到的 但是其实它质量没有 它有电 取消质量没有很好 它就是一个DV机 然后直接这样拍摄就是很老 我当时想说想拍一些不一样的 然后参加在我的这个Vlog里面 然后可以播出 结果我好像一次都没有buck 里面的东西取出来过 主要当时我买它的时候 想说也是就是小小的 然后很轻 超级轻一点的 你看这个相机有那个重点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它不是一个很老的产品吗 它是总共就只有39张 然后拍完了这个相机就要扔掉的 一次性傻瓜相机 这上面可以看到照片树 都拍完就可以洗出来 这台机器箱子都在里面 你不需要装也不需要干嘛 然后拍完了这个机器就要扔掉 整个这个机器要给到可以洗照片的人 就是一台这样的机器 这就是扎哥的所有的一些 古董 古董 感觉的古董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好吗 我们的以后确实 地嘴巴 好喜欢看这样子的 战争场面 这战争场面太喜欢看了 拍这个Vlog也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些古董机器 然后也不知道看佳哥Vlog 你们是否也有像扎哥一样 有一个这样子的回忆 如果有的话你们也可以 担香导会把它找出来 回想一下当时在玩这个机器的 那个年代的时候 这一些好的回忆 这种东西还是要留着 不知道这些扎哥 分享的这些我的历史们 有没有勾起你们的一些些回忆 然后我就说再见了 拜拜 你们下一个Vlog见哦